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朗看世界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 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了 在澳门这个世界文明的赌博之都,博彩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成熟而庞大的产业 每年澳门的大型赌场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为这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入 然而这个赌场的世界,也充满了各种传奇故事和令人神往的传说 一天有位名叫李明的年轻人,决定踏入澳门的赌场世界 他带着五百元的赌注,在这个巨大的赌场中开始了他的赌博之旅 除了乍到的他,像是一只小鱼置身于巨大的赌海中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赌桌和赌客们 他决定将他的赌注投入到轮盘赌桌上 希望能够运气爆棚地赢得更多的财富 他小心翼翼地下注每一次的选择都经过深思熟虑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时候 轮盘停下来指针指向了他下注的数字 他居然赢了 一开始的五百元如同全用般增加到五千元 李明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他深知赌场的险恶和诱惑 他决定收手不玩保留着五千元的手艺 于是他离开了轮盘赌桌开始观察其他的赌局 他的目光被一个炙手可热的扑克牌桌吸引住了 他看到一位身着西装 气质非凡的男子正与其他人对战 这个男子似乎是一位高手每一局都能稳稳的获胜 李明心中产生了一股冲动 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挑战这位高手 他走到扑克牌桌前坐在了空处的位置上 他发现这位高手正是他之前在 赌场中听闻的传说中人物张强 张强是澳门赌坛上的传奇人物 无论是扑克牌还是21点他都几乎无敌 李明并没有因为张强的传奇而畏惧 他决定与他对决 他深信自己的运气与技巧能够战胜这位传奇高手 两人坐在对面 目光交汇整个赌桌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他们开始进行扑克牌的对决 每一轮都充满了悬念和刺激 李明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冷静 一次次的击败对手赢取了大量的筹码 5000人的收益迅速增加到50万 然而他并没有停下来 时间在赌局中 非是李明与张强的对决越发激烈 赌桌上的人群开始聚集 他们被两人的精彩表现所吸引 澳门赌场里的气氛逐渐炙热 每个人都为这场对决而疯狂 当李明最终将筹码增加到500万的时候 整个赌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这个年轻人战胜了传奇高手 成为了赌坛的新星 他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他也知道 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永远保持胜利 李明收起筹码从扑克牌桌上站起来 他感到筋疲力尽 他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极限 他说手不完 这是他之前的承诺 他将500万的收益当作一次意外的财富 而不是他人生的终点 然而李明的胜利并不仅仅带来了赞赏和尊敬 在赌场的角落里 有一些人开始注意到了他 这些人是赌场的老板和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对于李明的连胜感到非常不安 他们深知赌场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 每一个赢家都代表着赌场的巨大损失 李明的连胜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他们担心他的存在会给赌场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当李明决定收手不完时 他们开始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派出了私人侦探试图了解他的底细和意图 同时他们也暗中操控着赌场的规则和环境 希望能够让他感到不舒服和不安全 他们派遣了一些赌场员工暗中观察李明的行动 试图找出他的弱点和破绽 然而李明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轻易揭穿的人 他保持着冷静和谨慎的态度 注意着身边的变化和潜在的威胁 他意识到自己引起了赌场管理层的注意 但他并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或违规的事情 在他收手之后的几天里 李明继续留在澳门 游览这个美丽的城市享受他的意外财富 然而他也感到一种压力和紧张 因为他知道他的胜利并不能持续太久 赌场的势力庞大 他们有着无尽的手段和资源 如果他们决定对付他 他将很难抵挡 渐渐的李明开始感到身边 的氛围变得诡异和紧张 他注意到有一些陌生人经常在他周围出现 他们似乎在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也 开始收到奇怪的干扰和监视 李明决定采取行动 他找到了一位信任的律师 向他咨询自己的权益和安全 律师告诉他虽然赌场有很大的势力 但他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他应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并留下足够的证据以防万一 李明意识到要在这个赌场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他需要保持警惕和智慧 他开始更加谨慎的行动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将大部分的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确保自己在赌场之外也有稳定的资产 最终李明决定离开澳门回到他的家乡 他知道留在赌场的世界里 太久会带来太多的风险和压力 虽然他没有带走澳门的全部财富 但他明白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澳门赌场故事告诉我们 在赌场的世界里 胜利可能会引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尽管李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它也引起了赌场管理层的不安和警觉 赌场是一个商业机构 他们的目标是盈利 而不是让赢家不断取得胜利 当一个赌徒连续获胜并且赢得巨额奖金时 赌场可能会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措施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游戏规则 增加难度提高下注限额或限制赌徒的参与 除了赌场管理层的反应 赢家还可能面临其他风险 其他赌徒可能感到极度和不满 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敌意 甚至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在赌场的世界中人们通常将胜利者视为竞争对手 而不是仅仅祝贺他们的成功 此外赌场行业存在一些不法分子和黑帮组织的涉及 如果一个赢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他们可能会试图通过恐吓 勒索甚至暴力来获取利益 因此尽管在澳门赌场连续获胜并赢等 巨额奖金可能是一个令人梦寐以求的情景 但胜利者也需要警惕和谨慎 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财富是至关重要的 可能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如与律师合作保持低调确保个人安全等 总之 这个澳门赌场故事提醒我们 在赌场中取得巨大胜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顺利 赢家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 而他们需要保持警惕和冷静 以应对潜在的挑战和风险 好了 今天小朗看世界为大家分享的世界奇观 赞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朗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